哈喽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哇 在我身边这位 真的是我要访问他很久很久了的啦 只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我想要请他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晚上好 我是阿灵 阿灵 我想问你一下 你怎么会加入BE 我是因为买裤子给我的姐姐Sindy 因为她的脚被医生证实是脚筋收缩 然后需要去每个月去打针吃药 所以我不想他打针吃药 所以我其实在网络上我已经留意这条裤子很久了 然后就是一直觉得他价钱很贵 好像不知道有没有效又怀疑 然后真的当他痛到不行的时候 我就决定买一条裤子给他试 然后结果穿了之后有什么效果 他很快 他两天之后 因为他本来是不能够蹲 也不能够上那些厕所 然后他会站不起来 然后两天之后他可以蹲下来洗车 霸草 所以我觉得这条裤子真的是很神奇 哇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觉得他这样神奇就因为这样子你接受做B1 还有就是 Sheruto 我的上线跟上上线 就介绍Sheruto给我 然后其实我是买素 本来想自己吃但是医生不给 然后就叫我儿子吃 15包解决了我儿子17年的那个皮肤敏感 对 真的很够力 对对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对产品很有信心 对 我对产品有信心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Sheruto拿去给我的医生看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脑癌病人 然后 你的脑癌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呃 我其实我已经 我在20 2012年 被证实为末期脑癌 然后 就是经过8次的化疗 28次的电疗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 就是在康复 但是 呃 我会一直吃着我的抗癌药 直到我死那一天 然后当我发觉到 呃 这个Sheruto里面有一个成分是IPPA1 然后就可以抗癌 然后我就拿去给我的医生看 医生就骂我 说 我已经叫你不要再拿直销的产品 你为什么还一直拿来 然后我说没关系咯 那我就把那个法令翻 你的空你就翻一下咯 这样子 反正我都已经被拒绝这么多次了 我也不在乎你再拒绝多我一次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那个法令 然后大概是一个礼拜到10天 他就摇一个电话给我 你去试吧 you go ahead 然后 然后我就问他 你叫我go ahead 还是go your head 哈哈哈 因为 因为那个医生已经变成是我的朋友了 然后我就说 你是叫我go ahead还是go your head 他讲你go ahead 那我就开始开始吃 开始吃那我就 有问过我的上线他们就他们有教我方法就是早晚个两包两包这样子或者是四包 然后吃了一段时期 我发觉我的抵抗力比以前好了 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抵抗力很弱的人 我一个月大概都是会有发烧啊 伤风啊 咳嗽之类的事情 但是吃了许多多之后 不止 这些症状没有了 人也精神了 然后我就开始接触BFU 因为我有血压高 然后BFU也很好 丢掉我的那个40mg的那个高血压药 哇 对 你吃了多久 那个BFU你有这样子的效果 一个月 一个月 真的很夸张 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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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的手机全部当了 半包 对 对 一天才半包 我其实我觉得十天后我的血压已经开始低了 开始低了我就问医生 我可不可以丢掉我那个血压高药 因为BFU加血压高药弄到我血压很低 然后医生说我要monitor monitor住我的血压 一天最少要量两三次 如果超过140 你就要马上吃血压高药 但是我的血压 到这么久 都是120到125之间 之前你喝几包 半包 还是半包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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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好 产品帮得到你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看到这个事业吗 对 我是觉得 其实从我儿子开始的那一刹那 我就觉得 那小小包的许如多 是不错 很神奇对不对 但是 哈哈哈 就才那一个gram 但是可以治好我儿子 17年的敏感 17年来真的看过 他皮肤敏感 对他对海鲜敏感 对花粉敏感 还有对灰尘敏感 对 对 很神奇 然后就觉得 这个东西 其实 你不要小看它 才一个gram 它真的有效 对 对 然后我自己就是 觉得没有常常生病 因为一个癌症病人 是常常都因抵抗力弱 是是是 常常会生病 然后很容易 之前你是不敢出来人群的地方 对不对 对不敢 因为他们不能够癌症病 那是很难 对我们 不是我们抗拒 我们很怕生病 因为生病就很辛苦 对 你们 一个咳嗽 其实你们说很简单 但是回到去 我会咳嗽一两个星期 我的抵抗力很弱 对我的抵抗力很弱很弱 然后现在 我都可以这样 嗯 出来外面 对 几千个人 对 上次Rushow千多个人 所以健康对你来讲 真的是很重要 对 然后就看 觉得这个产品 其实 可以帮到我 这么严重的人 如果那些比较注重健康 比较轻微的 那一定是可以的 嗯 但是我之前听你讲 你很讨厌传销的我 为什么你会去 进入这一个 传销这个行业 当然是产品很好啦 对不对 对 但是什么东西让你 会觉得 呃 在这个BE 会让你想要进来 而且为什么 你会转变这个态度 因为对我们 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所以我对钱的观念 不是很看得太重 我感动的就是 呃 这个BE一家人的文化 真的我的上限 呃 Harrison啊 Joanna Alex啊 Rex啊 都是很尽心尽力的 就是 呃 来 协助你 不只是协助啊 他们就好像 一家人 对 一家人 啊 一家 不要爱我 哈哈哈 我还要人爱的 哈哈哈 我的爱 我的爱 然后 然后真的 嗯 这个 这个是 在 在 商场上打滚的人是 呃 不可能会有这样 相亲相爱 就算我们不认识的 我们去问她的意见 我们去 呃 去要她 帮我们讲解 她的见证什么 他们都很乐意 嗯 这个是呃 唯一感动 对对对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 我单亲嘛 我跟Sindy都是单亲 有什么事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面对 对 因为也给人家骗过很多次 所以对外面的人都会有一定的防范 呃 但是 自从BE camp之后 我真的是感觉到 呃 比一家人的文化 不是钱买得到的 是的 嗯 然后在最感动的一次是几时 我最感动的就是 呃 有一个晚上 就是因为我下线的一些私人问题 我其实我邀请了我的 上上线 Alex跟Joanne 我不知道他们也去叫了她的上线 她的上上线 就是我的上上上上线 我的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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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天就下很大雨 我也不知道她会来 然后突然间 Alex又拿鱼散出去 我说你都不是到齐 你老婆也到齐了 你还去 而Alex跟金英来了 然后外面下着很大雨 然后就大雨 然后进来的时候 Alex就问我一句 我肚子很饿 你有没有东西吃 你家里有没有东西吃 然后我说没有 已经九点多了 都没有 哪里还有东西吃 正常人都吃饱了嘛 对吗 啊 然后我不是说她不正常啦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就没有 就没有她 然后她就很耐心的 帮我解决我下线的一些问题 解决之后大概是十二点多 有吗 十二点多 然后Alex就跟我讲 啊我们去喝茶 哈哈我讲还要喝茶 十二点半了咧 喝到来几点 我五点要起床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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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 OK啦去喝茶 我去过 去到餐厅的那一刻 我真的才知道 Rex跟金英是完全 我以前还没有吃晚餐 那时候已经是大概一点了 就是说他们 午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 但是晚餐他们是肯定没有吃 还冒着雨 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 我要听上线的话 我才会成功 耶 所以就是因为比喻的文化 所以就感动了你 对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 今天有BE Summit的Founder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平台 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家的感觉 对 OK 所以在此我就要谢谢Alan 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访问 跟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